請收看 衛心世界 衛心情德 衛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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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师姐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 衛心正道的节目 师父开示 人的生命是一个念头 一点宁光的存在 过去几千亿万年来 始终不停地在轮回 永远不会消失 而毁灭的只是我们的身体 衛心正道节目邀请 一经大学闲士同修之学习心得 以案例正道分享 共创人心和谐 世界和平 今天接受访问的就是我们 一经大学袁宏讲师 袁宏讲师 您好 阿弥陀佛 谢谢 阿弥陀佛 各位兄弟 师姐 大家好 我是三母师的世界 中天官 袁宏 阿弥陀佛 袁宏讲师 您是我们的世界 我听说在世界近情 都是师父他亲自来授课 所以您都给师父亲自授课 感想是什么样的 感想说这个就是我们设计是实在的就对了 师父也很简单就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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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就是用意了解 感想说这个学生是很好的 是啊 但是师父在上课的时候 师父在讲了一些像我们的疫经风水或者是讲道理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好 不知道你自己本身感想是什么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吗 所以这个也认为日常生活相关的说 他不说说到这13天以后让我们疲务 他都说很复合日常生活 都复合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很良心来了解 是是是 所以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还没有像我和自己也同样 不过去到我们做门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 要上疫情 疫情到底是要做什么 然后我就去那个数据给他翻一下 哇这个真的讲到你跟我说13天就外去 完全看不懂啊 他还没有看完啊 我以前感觉说我已经认识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说 疫情到底是什么 我以前这个 我以前看我们这个厨师看疫情 我也是没有了解 但是我是说有厨师 如果没有看看 结果我们数学会是这个 这个日常生活 都比较实用的这个疫情 会说是这个实用疫情 让我们直接用的生活 不用说这反应说看不懂 嗯嗯嗯 没问题 所以说大家都有经过这个过程 因为每一个人要来上我们的疫情大学 除了说第四届之前师傅都是自己亲自上课之外呢 五届以后开始就有这些初级班嘛 对对对 那这些初级班呢 真的我也是从初级班上来 那个时候呢我的初级班就是在我们的台北大安寺道场上了初级四班 所以上了要初级班以后才能上正级班嘛 总理我们自己先养 我如果有机会就可以帮助人 就尽量帮助别人 尽量这个学习 是是所以说你礼拜一到礼拜六那个时候都要上班嘛 对对对 包括现在也都要上班嘛 礼拜也上班 是是是 礼拜也上班 对对 啊你是在做什么 对对 我是这个 这个职务医生的工作 职务医生哦 对对对 我听说你是我们以前就是屏東农专嘛 对对 屏東农专你讨论是这个农益试嘛 农益课 农益课是哦 其实我的大哥也是读农益课的哦 那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说我们这个农益试是在头什么 农益课就是对这个 整个粮食作为成功这个水稻甘蔗玉米 这类的研究 水稻甘蔗玉米 这类研究的 这类研究的 是 那为什么你又现在上班是职务医生呢 因为这个农益课会都在这边塘海嘛 对对 这边塘海跟农益课也是有很多关系 就变得相关科学 是是是 所以如果有像你刚才有说的水稻啦 植物甘蔗 玉米薯啦 对玉米薯 因为这个 甘蔗这类研究都是对对 所以如果是说这些东西 我去的糖吃得比较厉害 对对对P 你们大概去研究说土值 还是这个群化对 有health营养不够的吗 对都要研究对对 是 那你去看过那个病 comparable害 你是植物醫生嘛 最嚴重的 他是有什麼樣的東西去干擾 我們這個糖你看的比較明顯 譬如說像這個夏天水豬當時 它不漂亮你看看沒有糖 但是他就是這個 因為他早期的豬草後來也不冷 其實土壤裡面有這個不好的空氣 它變成金不會開金 所以它不漂亮 所以豬就不會巴水 所以這要去研究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你們要抽樣回來檢查 還是要到實地去看 要實地看得清楚 所以你也是走訪這些鄉間農業的地方去看 不怪你說你是植物醫生 植物醫生有想說醫生要出門 要看什麼東西嗎 比較有土壤的PS出鏈器 醫師就檢查皮膚 土壤的什麼測試器 這個刷皮膚的儀器 這個刷皮膚 一測就知道它有沒有養分 那如果沒有養分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要下肥了 要下肥了 所以你會告訴農家說你這個營養不夠了 你現在要下肥了 就下肥了 哦 是這樣哦 這個植物醫生還不簡單 因為你有你的中藥貼卸後 年後有這些植物出了問題了 你一個救了植物的生命 然後又讓這些農家有更好的收入 所以說你現在還在上班 對 那當然現在有在開課嗎 因為這個要上班所以還沒開課 所以我們期待就是說 等你的退休年齡到了 當然就把交棒給別人 讓這些植物還是一樣的過得很好 但是你來跟隨師傅 老祖四孫來弘法很重要 我聽說我們每一位講師 要升格講師以後 都要真的要論文的發表 尤其到我們每個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的講師都有來做論文發表 還是隔週 每個禮拜四 隔週 隔週嘛 那所以說這一次你的論文發表 你發表完了沒有 今天發表 剛才發表完了 你發表完了 你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這個論文觀 人文觀 因為這個藝經跟教育 討論品教育 藝經跟求醫 談品的教育 那你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人文觀是談到品德教育 那你用藝經與求醫 就是求醫生 的品德教育這有什麼不同 這個論文裡面的內容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 因為我們人身體不好時 我們就可能發脾氣 發脾氣我們就品德不好 是 所以我們變成說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這個品牌要調好 調好之後身體健康 有心去想辦法去彈性 家庭這個經濟問題 你就反應過去之後 這樣就品德就很好 是喔 我跟你講這跟我們的人文觀真的有關係 人如果心情不好時會鬱症嘛 譬如說前一陣子我感冒 但是這咳嗽就不太會講話 感覺形狀白白 真的不是不理人家 實在是說話就要掃嘛 那乾脆就不講話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你自己怪怪 人家會覺得說以前的雅琪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會影響到我們個人的品德 對 喔 所以一次的發表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差不多20分鐘 20分鐘喔 對對對 所以要很充分的準備 對對對 有的我聽講師說我準備得很長 可是我真的上台的時候 二十分鐘還不夠用耶 所以會緊張吧 那也是會緊張 會緊張喔 這也是說就是 平時 平時我以前的案例要快積職 快把整理起來 到合作會發表 喔 是 所以這學習的心得就是累積 點點滴滴累積來的 那當然喔 師傅一直在開這些讓我們的準講師呢 來做這些論文的發表 還有接受訪問 無疑就是說師傅用心癢苦 希望讓我們這些的講師呢 能夠呢一直有更多更多的經驗 然後把你這些的經驗呢 醫療要跟著弘法的時候呢 你就很有信心的來做啦 但是你這樣子經常常常常為這些信眾來做服務嘛 譬如說你現在在上班 現在不能開課嘛 有常常為信眾來服務嘛 都是服務哪一些項目 當時人家的職業給我找 他如果問題我也給他服務 或是我去職業他們家 如果他們問題我可以解決 我給他解決 我來解決我去簽名書幫你解決 他就簽得到你的福氣 不簽得到你自己的福氣不夠 因緣還沒聚足啦 福報其實很重要 我常常跟朋友在開玩笑說 其實這是很慎重的一個問題 一個人發病喔 真的也是需要有福報 你才會找到好醫生喔 所以我聽說啦 你有一個功德會的會員啦 聽說啦 他講的聲音沙啞 後來他想說醫生給他開桌 你是怎麼樣幫助他 他這個 子彭太太他的朋友 他這個聲音沙啞 他叫聲音沙啞 掌檢 掌油 叫他去開桌 是 他反應說什麼時候開桌比較好 就一個人來問我 我說你要看這個醫生會不會嗎 如果會不會開桌 如果不會不會開桌 他就說要我幫他報告 報告跟這個醫生會不會嗎 我就看報告跟這個醫生會不會嗎 報告你本來這間便宜求醫 跟這間便宜也不一樣 我就問他問他那邊開桌一間便宜看 然後換桌這個便宜 飛空選人來把柏公找到柏очему利局 然後找柏弆病院 找柏幕屋 是 去找柏官看找些什麼俠 去找柏醫生 醫生全是在聲音沙啞 他就去找醫生 是 是是 所以現在開到很順利囉 他試 awake醫生 他會說這是鼻涕倒流所引起的 鼻液倒鹽 鼻涕倒流 鼻涕倒流所引起的 對對對 叫他先吃一個藥 我如果吃得不好再開桌 他就吃一個月之後 這個生意塞有比較好 但是沒有大家理想 醫師建議開桌 全開桌 開桌之後 一禮拜過生意塞就正常了 還沒有生意塞 是 所以其實不是說 我們很多人說 我要來看名醫 名醫很出名 名醫不見得就是跟你有緣 但是有人說 我們要買也有一步 因為找到這些小醫院 或者是這個醫院的某個醫生 在某個地方 那個才有緣 你真的一看就看好了 有人說醫生吃藥 看醫生吃藥很多都不好 原因也就是在這裡 他的天一方找錯了 你的貴人方真的找錯了 所以幫助你這個朋友這樣開刀了 朋友幾次都叫你給他掌掛看看 你幫助他了以後你的心境怎麼樣 我們感覺很快樂 而且可以正道對不對 太好了 太好了 而且你現在本身 你自己是公德會的會議 資會長嗎 對對對 資會長你還有一個公德會的會議 我聽說 他想要買房子 他也來找你給他掌握一下 對對對 我們一個公德會的會議 他想要買房子 他看了家園 我說你先看家園 我望你報告 看這間房子好嗎 如果再買不好就買 有一間房子我先報告 這個房子楊財結鄉如何是沒問題 我來報告 這個地理結鄉如何也沒問題 我來報告他買這間房子好 這間房子好 這間房子跟北部董 表示阿媽有關事 我說你不要買 你先去問你不要買 你去問這個賣的人 問我這個房子是不是 這個地區問 這個房子所有款有問題 要去問這個賣的人 譬如說沒有問題 再一個月之後 你賣的人說 這個房子的土地 三元比較是有問題 等阿媽處理好 你再來買這間房子 是 是 所以說其實你說 買這間房子好不好 好啊 這間房子真好啊 地基什麼都沒有問題 但是在沾的時候 他文書出了問題了 發現這間房子其實產權 還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買一間房子 等到你錢都付清 那這個產權有問題的時候 錢付去 腹部分呢 結果在這裡有呱呱格格的說 其實這是很麻煩的 對 所以這真的是 我們沾掛 在學習易經的時候 用在生活裡面 這些生活法 你會用得很好 可以幫助很多人 所以說你如果想要上課 歡迎大家 可以到我們各個道場來報名 在你就近的道場 就近的教室 你都可以來學習很好的 我們的易經風水廟法 那當然在說一說 其實學習易經也不是只有這樣 有些人說 功名啦 考試啦 或者是說 自己某些的問題啦 當然我們就是說 求人不如求吉 我們剛好用到家裡的問題 聽說你的女兒是 讀國中嘛 要保險 那你要怎麼樣幫助你的女兒 你這個 我剛才在國中的時候 運動的就是 去外鄉町這個 這個保險班 保險這個 物理跟化學 這個 因為要 這個 要在家裡的 比較麻煩 我想說 在我們家附近 這個 如果保險班 如果可以 到我們家附近 這個保險保險就好了 我來看 報告 去外鄉町這個 這個 比較不好 外鄉町的比較不好 這個硬要來 去外鄉町 去外鄉町 表示不好 表示不好 再來 報告在我們附近 這個保險班 補好嗎 叫這個硬要動化進行 來生小孩 嗯嗯 硬要動化進行 表示老叔 他的彩法很好 生小孩 表示對 對這個 學生會很好 我們太太跟我們女兒說 你要去 我們這間保險 我們保險 他對他很好 你要去保 是 去的時候果然嗎 去 我剛才去 去保險 他保險時間是 不是要7點到10點 他 去他上課 他上課 他上課後 他上課後 老師跟我們女兒 留下來 補半人情 剛才沒有補到的補充 這樣 是 是 我們太太 我們太太說 這個老叔 確實很好 這樣 你太太沒告訴你 我們這裡的師兄 也很厲害 真的張掛非常準確 他也是這樣 我怎麼這麼說 其實有時候要給你鼓鼓掌一下 所以 我們有一個人說 到遠的地方去求學 那個地方廣告很大 不見得是適合我們 對對對 這個 這次我女兒跟老叔開講是說 問老叔說 你是不是 他以前國中讀台中尼聰 老叔他以前讀別年 沒有讀清華 大學 所以他出於科研這個老叔 本身有這個才華 第三個是他父母動畫 俊順 包括這老叔叫才華 所以我們身為父母的人 都希望我們自己的小孩 真的在課業上 或者是在做人處事上面 上班的時候 你可以遇到很多的貴人 但是很多人 你很茫然的時候 是要怎麼辦呢 我們每個道場 其實都有固定的時間 來幫信眾服務 那你如果有一些 感覺很疑難 不曉得要怎麼辦的時候 你會到各個道場 去了解一下 你住的地方就是有道場了 或者是有教室 你會到那個地方來請法 或者是你更不清楚 你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 功德基金會來詢問一下 到底哪個地方適合我的 家裡的究竟 這樣你的孩子有什麼問題 還是你自己本身有什麼疑難的問題 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釋懷 很大的幫助 這很重要 當然就是在說說 彰掛學習這也是很重要 不過我想就是說有個問題 想要請教你 就是說 袁弘講師 你進入我們的維新聖教 這段時間來讓你自己覺得說 最深 最感念的 或是感動的人事物 可以告訴我們大家嗎 我以前要入燃這個做文件前 我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都這個 乘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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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間的時間 有空間的時間 才知道這個文件 才要處理 現在我們來學學經之後 我們有剛才的問題 自己補搭 比較一樣就是我們 先上去佛經 上來補搭 佛菩薩就開始了 佛菩薩 佛菩薩他自己用這個勒搭 給你開始 就是這個 俗講這個無義貴經 就是我們要來學習 如果知道佛菩薩開啥 就是我們學習 已經來到佛菩薩隐身 是 師父給你開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佛菩薩可以通搭 我們不是搭搭 我們是通搭 就是搭搭搭搭 就是這個月經 佛菩薩開啥一經 我們就是佛菩薩隐身後 我們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跟佛菩薩隐身 沒錯 師父經常給我們開始說 學習《易經風水妙法》 就是說我們經常在說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當你自己學會了 你懂得易經的時候 你自己有什麼問題的 免像南元宏講師說 以前還沒進中門 遇到什麼事情 要騎機車 要去請到很多宮廟 但是一等時間有那麼多 現在自己會了 馬上沾掛 師父說三塊去刑就是這樣 三塊錢 你就可以隨時起掛 而且很多師兄師姐在很急迫的時候 也可以三個數字馬上就可以補了 這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殊勝 所以歡迎很多人來上我們的易經大學 現在我們在上課的人 聽說這個年齡階層也提高了 而且年齡階層也降低了 菁姐年輕人現在大學畢業了 或是踏入社會才沒多久 很多人來上課 因為你現在還沒開課 以後你就知道說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年輕人 你會覺得你更年輕了 因為現在年輕的到底 所以我們歡迎更多的年輕的朋友 早一點學習這些 我們中國文化道統的智慧 運用在你個人的生活上面 以後你的人生的路途會更平坦的 這就是我們學習易經最主要的一個地方 不但可以來幫助自己不傷害他人 進一步還可以幫助他人 這做好最大的一個保護 當然就是說我想知道了 就是說你除了說你一邊工作 一邊也幫朋友來占卜之外 今天就是說你在頒授了講師的資格以後 之前你的學習的心路歷程 到底是怎麼樣 你這個 他本來在頒授上 每個禮拜是在頒授上課 我們就是普通的學習的心情 是 今天要學習 希望阿嬤 我們後來有這個東西 你要幫助自己 可以今天幫助百人 所以努力學習 是 所以你現在就是趕快學習慧了 現在來做講師有什麼不同的心得 現在就是我們比較多東西 阿嬤也本身在修行 是 修到我們自己賓得很重要 修得比較好學 是 而且你現在是我們獎師 我們的一金大學的獎師 我想請你談一下 因為在我們的已未年這幾年 我們的老祖聖誕的時候 我們送了很多的經典 本身法師 講師你自己本身有誦經 而且你也是智慧長 你覺得說你帶動了這些會友來誦經 加上自己的誦經 這種殊勝的這種心得分享 他們都有跟你講些什麼 他們這個聖經覺得心比較暗 家庭的家庭好路 但是你的會友是說 將來不要念過經的時候 你會去怎麼教 但是我們盡量鼓勵 他來最輕 有的不做的 我們也是沒辦法 盡量要鼓勵 是 還有就是說 你跟你的會友第一次接觸 或者是說 你有些朋友 譬如說你的聖課 你可能也會跟他們結言一些 譬如說我們知道像這一本 我們《鬼谷子心法》 在台灣其實我們說 洋宅風水學講座 這本我們一般都把它堪稱小洋宅 其實說小洋宅是客氣了 把它縮小了 但是呢 這裡面的字很簡單 但是裡面的產意非常的深 你有用這一本 來跟你的朋友來做結言嗎 當時也是這個機會 去平衡那裡拿這本來送他 讓他去看 讓他有問題 也會問我們說 這個比我們家的計劃比較好 也會給你問一下 是 你覺得我們這本洋宅風水學 跟很多人結言 最主要的重點在哪裡 但是他們本身可能沒有來 有這個夜景風水 但他們看了之後 他們自己也去改善 改善如發 如發之後 他們的平安 我們全國的小洋就平安 所以對這個小洋的公益很嚴重 是 所以通常我跟朋友結言的這一本 我們說的就是洋宅風水學講座 很多朋友因為他還沒有入門 我們的一金大學來學修 可是我第一個我都會跟他講 你要怎麼看這本書看得懂 你只要了解我們從家裡看出去 左邊就是青龍 右邊就是白虎 前面就是朱雀 後面就是玄武 你只要懂得這樣子 你就可以對這本書有了解的 再不清楚 希望大家來上課 因為你剛剛拿到我們這一本 洋宅風水學講座 你的受益就非常的多了 這很難得 當然就是說 你剛才說到你的發表的論文 我們談到了就是品德教育 談到了就是說 我們的一金與求一的品德的問題 這我想就是說 除了有些人真的身體不好 他的這種信念不一樣之外 一個人真正的進入了我們的維新聖教 在學修品德很重要 而且是不是大家每一個人都會 慢慢的智慧都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這個藝術開始 我們這個藝術就是這個大智慧 我們雖然說在看沒什麼 但是我們有藝術以後 但是我們博國以後就知道這個事情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是大智慧 是是是 真的這是一個無上的智慧 所以在我們的八萬四千種法門裡面 包含了在大宇宙裡面 那我們就有八萬四千種的煩惱 我們也還是一樣歡迎大家來學習《易經》 今天我們謝謝袁洪講師來接受訪問 也祝福你 謝謝 感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收看 為心正德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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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三童 river 過 大師 來 、過 一返 butter 二童 四 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